心理学,一个人被你吸引,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爱情里的很多问题,细节处便藏着答案。 记得前段时间,有位读者朋友问我,和一个人相处很久,但一直不知道对方是否喜欢自己怎么办。 类似这种关于TA爱不爱我这个问题,让很多人为此纠结。 但其实看出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感兴趣,真的没那么难。 正如亲密关系学者约翰·戈特曼曾说, 一段感情成功的关键不是在烛光晚餐里,也不是在浪漫的海滩上,而是对对方的在意。 对生活细小瞬间的关心在那些生活细小的瞬间里,往往藏着一个人爱不爱你的真相, 也藏着对方是否被自己吸引的答案。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被你吸引,从细节处也很容易看出来。 一年于效应,在乎你的人,才会在乎很多事几乎在所有的感情中,当一个人被吸引时。 被吸引的第一反应就是会开始在乎很多事,而且是下意识的在乎。 这点可以靠心理学中的黏鱼效应来解释。 所谓的黏鱼效应,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 黏鱼效应是指黏鱼在搅动小鱼生存环境的同时, 也激活了小鱼的求生能力,小鱼的生存环境, 可以类比为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环境。 当自己和对方想要处于同一阵营时, 往往会对感情环境十分敏感。 就像爱你,罗倩里的罗倩和亚历克斯一般。 亚历克斯为了试探罗倩是否喜欢自己, 故意和其他女生玩得很好, 目的就是判断罗倩是否真的在乎自己。 而罗倩的在乎很明显, 他虽然假装没关系, 却会下意识关注对方的动态。 为了刺激对方,甚至也找了异性朋友相处。 张小贤曾经说过,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有点害怕怕得到他, 又怕失去他这种害怕其实就是在乎的另一种形式, 因为害怕可能会不敢靠近, 也是因为害怕才会表现时长, 更是因为害怕才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这段感情, 只是哪怕对方伪装得再好, 也无法改变自己已经被吸引的事实, 尤其是用黏玉效应来测试对方时, 结果往往十分明显, 毕竟一个人若是真的不在乎另一个人, 不觉得和对方在一起是一件性事, 才不会认为对方的感情与自己有关。 如此一来, 哪怕另一个人和谁在一起, 都不会扰乱自己的安宁。 但如果这段感情中有在乎的存在, 当爱情里出现了第三个人时, 哪怕第三个人没和对方有实际联系, 在乎的人也会有所反应。 所以, 如果真的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可能, 不妨在纠结时试探一番, 那个人如果真的在乎, 便是真的被你吸引。 而杯子效应, 一个水杯便能暴露两个人的关系, 几乎在所有约会, 聚会的场合中, 水杯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水杯除了可以让两个人试试补水之外, 也能看出彼此之间的亲密度。 好比在两个人的约会中, 其中某个人将自己的水杯靠近对方的水杯时, 对方的反应可以测出对方对自己的态度。 若是那个人看到水杯靠近, 便移开自己的水杯。 说明对对方充满防备, 吸引力自然也不会存在。 但是, 如果对方对此毫无感觉, 甚至还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水杯放在原地, 或者是将水杯更靠近对方的水杯时, 往往代表对方已经被吸引, 对眼前的人充满信任。 这种测试的整个过程, 就是水杯效应的具体应用。 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而言,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所属品有战有欲, 尤其是越是私密的所属物品, 战有欲越强。 而在一场约会中, 往往是自己的杯子, 和自己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为那是直接接触自己嘴唇的物品。 这种对杯子的战有欲, 就和很多时候与朋友吃饭时。 若是要换位置,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把自己的水杯和碗碟 移到自己的所属位置上一般。 因此, 若是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把握, 不妨试试这种杯子效应。 一个已经被你所吸引的人, 不会十分关注自己的杯子在哪个位置, 你的杯子又离他的杯子有多近。 只有那些觉得谈话无趣, 并且觉得你不可信赖的人, 才会下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杯子, 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谈话上。 于是, 当彼此的杯子靠近时, 他们往往会充满防备, 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杯子移开。 为了拉开两个人的距离, 很多时候, 对爱情的试探就是如此。 不需要多么隆重的一事, 只需要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就够了。 三, 很喜欢天下无双里的一句经典台词。 原来城市间有很多烦恼是很容易解决的。 有些事只要你肯反过来看, 你会有另外一番光景, 感情里的很多事反过来看, 就是问题的答案。 好比总觉得一个人喜欢自己的时候, 不妨反过来看看, 若是对方喜欢一个人, 会不会和那个人有相同的表现。 很多不敢是好, 是真的没被吸引。 很多犹豫不决, 也只是决心不够。 当自己真的觉得一个人适合自己时, 给自己一些勇气, 要比一直犹豫好得多。 而这种勇气, 可以从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出获取。 就像杯子效应能暴露出两个人的关系如何, 连于效应能显示出对方是否在乎自己。 很多时候不错过, 才是对一段感情该有的回应。 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一个人被你吸引, 真的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